那接下來要歡迎到 第二個獵棋獎得主 歡迎冠榮 剛剛那兩根什麼 冠榮歡迎妳 腳白筍 女人腿 腳白筍 這是腳白筍大賽嗎 中腳白筍 誰中的比較甜 跟我一樣 跟妳一樣長 腳長 妳腳長這樣子 對 好可怕 等一下 猜猜不會 裡面是水鴛鴦吧 不是 它快沒了耶 對 那誰還要再猜嗎 要 因為那上面這個 我們通常都不吃 然後就是這樣 只吃這一段 當然 所以這邊就不用再剝了 對 不用 所以這樣就可以吃了 對 可以現在吃 不要啦 不要 他好像剝那麼爛真了 他真的有爛真假的 對 不是有很多生吃的 對啊 因為那就是要用水汆燙過 是生啊 不是生吃喔 對 所以我現在吃了它 我會怎麼樣 送醫院 哪有那麼難送啦 對啊 為什麼 你這隻借我一下 像這隻跟S姐的這隻 你們覺得哪一隻比較好吃 比較好吃 他怕哪一隻 感覺是這隻的 感覺是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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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的 比較好吃 那個不是重點 沒有 這隻感覺比較白 好像很甜 對 就是它是白 然後嫩 比較小吃 其實腳白筍是 越小吃越好吃 越嫩 對 所以這隻就是沒種好是不是 對 它可能比較老 這個很嫩 就看顏色 然後外觀 它的這個頭就是最嫩的 這邊是最好吃的嗎 對 我自己試試看 不要吧 你不是送醫院啊 你免疫可以不用錄影咧 喂 對 不要 還是要穿湯座 那所以妳真的是 重腳白筍冠軍嗎 當然不是 那妳解釋這麼久幹嘛 沒有 我剛剛是說 這個跟我的腳一樣 就是很結反這樣 哇 好可愛 小腿耶 哇 好可愛 可是妳腿毛滿多的耶 那個不是重點 可是我看到重... 我就看到就是腿毛很多 對 小腿 對 是不是妳也看到了 那個時候因為 我家鄉在南投 所以聖山腳白筍 對 妳到底是參加什麼比賽 美人腿 美人腿 美人腿比賽 等第幾名 你第二名 你第二名 所以美人腿 可是它重點是 重點是 白還是說 要細還是要長 長是不用 因為我在參加 大概上次幾位的 就是嘉莉中間 我是最嬌小的 對 然後那時候我去參加 我覺得 我應該不會得獎 因為觀念就是說 一定要長嘛 白嘛 真高高一定就贏了 但是後來評審跟我說 我跟腳白筍的 黃金比例一樣 就是有六四比例 這個比賽的那個評分重點是 腳越像腳白筍 越接近冠軍 這其中一部分 是要推廣南投的腳白筍 對 腳白筍 所以真的要跟這個有關 對 農會那邊主辦 農會那邊主辦 還有在旁邊這位是 我們那邊經銷處的處長 對 是全台灣的 都可以去參加 所以有獎金嗎 有 鼓這十萬 第一名十萬塊 這個是多久有一次的這個比賽 我是2019年參加 很幸運的 我那一年剛好是 最後一年 你把他玩倒啦 你把他玩倒啦 對 印象中就是最後一屆 就是2019第一名 又是在鼓勵 你是末代腳白筍腿 對 而且你這個比賽 不是剛剛光看腿 他還要秀才藝 對 秀才藝 還有我們還有一個部分 是說要怎麼去推廣腳白筍 文創商品 我們要自己去想一個文創商品 所以你當時想的商品是什麼 腳白筍吸管 對 就是因為他市面上 已經有那個甘蔗吸管 對 那個的用意主要是說 我可以直接 對 生吃下去 然後又不會對地球 造成太大的影響 而且他的成本比 補鏽鋼那種紫吸管 都還要再便宜 對 那他概念有點像 蛋捲一樣 我們把它打碎之後捲一捲 就可以做成吸管 這是你自己想出來的 對 然後農會那邊 也有就是決定說 採用我的體力這樣子 好棒 所以你現在如果到南投埔裡的話 就會出現很多腳白筍吸管嗎 目前還沒有上市 但是都還有在做討論這樣子 睦炎腿的話 你覺得在你們19年的比賽 可以到第幾名 你可以幫我站起來一下嗎 來 睦炎腿的話 還可以吧 可以啦 這個可以 這個大概第幾名 這個冠軍 第三名可以 第三名 為什麼 真的假的 好會說話 為什麼 第三名 他就是說你輸他 本來就會輸他 他說有一點 是不夠白嗎 還是比例不夠好 比例 比例 他大腿 你看他大腿 可能是因為他有在練健身的關係 大腿 肌肉太發達了 對 那他祈鈺 祈鈺可以第幾名 祈鈺 我覺得很漂亮 這個很漂亮 對 這個第幾名 這第一名 謝謝 有點短 要跳一下 好了 我真的可以了 對 謝謝 雅蘭姐應該是 超級第一名 沒關係 他已經退出證戶很久了 還是我女兒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你 歡迎到的下一個獵奇冠軍 讓我們歡迎Alpha 去鈴冠軍 Eva Alpha Alpha 這個是一個人魚莊耶 好酷喔 是不是 對 人魚莊 所以你 是可以下水嗎 這什麼比賽 鯊魚比賽 蛤 去鈴 去鈴比賽 鯊魚比賽 差不多要下水 要下水 要下水 憋氣比賽 快要了 要憋氣之外 還有要做很多事 憋氣之外 撿貝殼 還是減身 餵食 水魚館餵食嗎 我會跟很多魚一起游泳 你 海 海王 我是海王 你是海王 你是海王 所以是海王比賽嗎 心意虛棍的 這是游泳水 請問又是什麼 魚夜辦的嗎 是美人魚的表演比賽 美人魚 你是美人魚 對 美人魚本魚 你是本魚 這是我的 如果你把他飄下水 我就是會跟他合溫 你現在可以立刻跟他合溫為衣嗎 那你要給我足夠大的水渦 所以沒有水你就不行 沒有 不行 你就可以在那邊渦個這邊 就可以啊 你又不是真的魚 你幹嘛不弄 他媽哥是血的 我會渦 你會無法呼吸是不是 對 無法呼吸 你可以看一下我表演的影片 你還歸去我 對 趕快看 你們在叫我 趕快看 這是你 對 然後這個很好笑的是 是你 那個時候要去 後台的時候 這很美耶 就是因為都有電視台在排 然後後面就有一個 攝影的大哥就說 欸 姑娘 那個能加個微信嗎 真的假的 我是跟妳 他是看到 好美的微信 出獄了嗎 沒有 我還沒 就是我要準備去後台的時候 然後因為我包著浴巾 然後披著一頭藏髮 就是我那時候戴假髮 你剛剛是線紋嗎 對 就是 很厲害 還有一個泡泡出來耶 所以你這樣一場表演 你要憋氣多久 每一次 每一個比賽 它的規定是六分鐘 然後六分鐘 我們要做六千 等一下 你 這個可以換氣 但是每一次 差不多要憋一分鐘左右 可是要做動作就很耗癢了 對 然後那個 它有規定什麼動作 是一定要做的嗎 就是像水 像水中芭蕾一樣 它可能會有一個指定動作 像那個養油 是最難的動作 因為 你往後 水會直接灌進去 是 對 你鼻子可以夾住嗎 可以夾 可是會扣分 然後我這一場比賽 就是拿了歷史最高分 幾分 96分 在水裡張開眼睛這件事情 是很困難的嗎 其實是滿傷眼睛的 就是我現在看光 其實都會有點畏光 職業傷害 你可以在海水裡面 睜開眼睛嗎 對 但就是很痛 海水不行吧 可是有些人可以 海水是險的 因為它還一次有潛水 我們拍 像有的時候要拍戲 或是當替身 其實就是都是要直接磨眼 對 我都會受傷到 對 那起來應該整個灼熱吧 會直接很紅這樣子 對 就是都是 所以眼科醫生 有沒有警告你說 你如果持續這樣的話 會造成什麼後果 就是之前 我有想說要去打雷射 就是那個去除菁絲 他就說你的視網膜已經是 很脆弱的形狀 是不太適合 我的天啊 對 就是 這會那個嗎 看不見嗎 他是說現在看起來就是 一個 對 可是其實你才 今年二八 這個太刪了啦 對 對 可是 可是這個賺的錢 是很厲害的嗎 現在來說還可以 可以環遊世界去表演 但你說能不能夠 大富大貴是還好啦 但至少是你喜歡的事情 是喜歡的事情 因為其實我 高中的時候開始學跳舞 然後 然後 那時候的家境並不是很好 然後又因為跳舞很 很辛苦嘛 然後我就有 受了傷 就腳踝 我現在腳其實 不是不能夠再踮腳尖 沒有辦法再跳芭蕾 你本來是芭蕾舞者 就是想學芭蕾 然後就很努力的 想穿硬鞋這樣子 但結果受了傷之後 我就覺得 好像這麼努力的事情做不了 然後那時候就 想自殺沒成功 才學了第二成果 你是不是覺得你 接下來的人生 已經不知道要幹嘛了 對 那時候就是 這麼沮喪 憂鬱症跟抑鬱症 因為家裡很窮 然後我把所有 零用錢拿去學跳舞 結果好不容易 就是我那時候 練了 對 練了 就是你孤獨一職 然後結果沒有得到回報 還被阻止 就是你 對 甚至是 你帶一個巴掌這樣子 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看到 人家在學自由潛水的時候說 自由潛水是世界 第二大的危險的運動這樣子 然後就想說 跳海好像可以死掉了 因為那時候自殺沒成功 你一開始就抱著這個心情 去學自由潛水 對 然後結果就很意外的 就是得到了 自由 很 然後也會憋氣了 對 很會憋氣 就是可能因為不怕死 然後我現在就是 世界排名的十五名 自由潛水 世界排名的十五名 我的天啊 你之前世界排名十五名 對 所以你現在目前 最久可以憋得到 它有分好幾個項目 如果就單純就是像 屍體趴在那裡的話 大概七分鐘 好久 七分鐘 好久 可是會不會越來越恐懼感 會那個恐慌症犯 就是嘴唇會很紫 然後你可能會沒有辦法 控制自己 然後出水的時候 你會這樣子晃晃呼呼這樣 所以如果 不能像屍體要有動作的話 就是游動 那如果游動的話 上禮拜的比賽 拿了256米的成績 256米一口氣 對 就是 就是50米勇士要去舞蹈 你有歐卡過嗎 就是常常 就是比賽的過程中 就是會 會昏迷嗎 就是直接已經要 如果沒有人拍拍它 它就走了那種 對 就是我們都在 所以你現在不是為了尋死 而去參加這些活動吧 是興趣吧 現在已經是追求 就是想要挑戰自己這樣子 是一個很正面的想法 對 就看自己 可以成為什麼樣的 可以可以用這一口氣走多遠 不是 是 這好像正面還負面 這個拉開裡面 你是有走走的吧 這個打開裡面 對 所以你還想要挑戰跌多久 我下一場比賽 想要下100米 就是到深海100 你還要回來耶 一層樓大概三米的話 差不多33米 等一下 你們在比賽的時候 旁邊會不會有保護你們的人 會有 所以他如果看到你已經不行了 他會幫你救起來 泳池裡面的話比較安全 但深度的話就是 只有一個繩索 然後如果你真的昏倒了 就是繩索會把你拉上來 可是你昏倒了 你綁在手上是不是 對 綁在手上 對 然後我有一場比賽就是 那場比賽我宣告的深度 它有點像舉重 就是我抱我要下77米 然後我到底的時候 結果我一雙蛙 我們是穿蛙鞋 就兩隻腳 然後你就想說你連一隻腳掉了 然後當然 我是那一場比賽的冠軍 就是我宣告的深度是最深的 但我就很想拿冠軍 所以我就繼續游 單腳游 對 我單腳游 然後游到20級的時候 就昏過去 然後被帶回來 所以那個婚式你是什麼感覺 就是 其實你不太會有感覺 就是你已經都在自己的執著裡面 然後就慢慢失去意識 對 你就慢慢失去意識 然後醒來的時候已經在醫院了 對 沒有那麼久 但是在水面上 暗邊 對 那個醒來的時候 真的會突然覺得很爽嗎 其實大部分時候是過夢 哪部分都爽 不是 因為有說那個 你知道我說什麼 就是昏迷過去 再起來的時候會重獲自由 你要不要試試看 我聽他用成就 我可以誤出你的鼻孔嗎 讓你昏迷啊 然後你起來在 我們節目等你昏迷 然後你起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感覺好不好 我起來是明天第四場 我覺得超爽這樣 因為如果想要讓觀眾感受 那個你就現場示範嘛 沒關係 這好危險喔 對啊 你家人是支持做這件事情嗎 他們一開始其實不太能夠理解 但後面就是看到 家裡有越來越多獎盃 然後跟就是 我現在日子看起來過得還不錯 他們好像就 也阻止不了我 是 對 你開心就好 但是生命還是很重要 對 沒錯 其實很喜歡分享 就是我從小的故事 然後讓大家就是知道說 如果你現在遇到某些事情 挫折什麼之類 就是這條路好像走不同 代表的 你有更適合你的路 對 好累積喔 而且也是因為你以前學過舞 所以你在水中的姿勢 實在很明顯 都是用得到的 但沒有舞蹈基礎的人好更多 對 所以我就會說 但是就是一樣 不要 你只要有個名次然後就 對啊 對 不會現在就好 你該會 你該會 你是不是有想說 我就算死也要死在海裡 這種想法吧 不可以 蠻常游的 海喔 不要吧 不行 人家美人魚是很正能量的耶 那他最後也是死在海裡啊 唉 甩了 你不要那麼死來死去 你會活很久啦 謝謝 謝謝 很快耶 真的 你好沒人家的 這個很危險的 對 沒有啦 可是他現在已經上了小姐的部戲 大家知道你之後 你要把這一個美麗的行業 傳下去 傳下去 然後變成一個傳奇的人物 然後帶領大家後輩 所以你要好好活著 拜託你了 真的 好強喔 什麼都聊 什麼都不奇怪 哇 這句話好老派 嗯 快來訂閱小姐 不吸地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叮叮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喔 叮叮 一會兒 一會兒 至少 Nu 不再喝請 那邊 我憲 啊